這部戲真的算是我 出道以來很大的挑戰 不管是體力上 心靈上 跟身體上都有巨大的轉變 這個角色讓我學習到很多 各種情緒的層次 比如說跟媽媽的感情 然後跟高中同學李耀青 然後跟畢克威的感情 我覺得陳宥寬在面對每一個角色 情緒上就有很多的各種糾結 老實說我拍這部戲 真的讓我身心俱疲 有一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在戲裡發瘋 我要殺人 我大紅 那已經完全不是在我戲裡的狀態了 拍完那場戲 我的聲音全部是癢掉的 然後發燒 這有史以來第一部 對吧 我們是全程4K在拍攝 大家非常用心地在看待這部戲 真的是會讓人家覺得想要看下去是 你想要知道凶手是誰 我已經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跟好朋友分享這部戲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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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